劇情演奏家 吳垂玉先生 住在南投市永新里 从小就有先天性的白内战 后来随着医学的进步 在去年安装人工水晶体 恢复正常人的势力后 极力推广剧情乐器 希望能将它发扬光大 刚开始 眼睛看不到的时候 是全盲状态 那由于家父 有在学这门乐器 那这门乐器呢 让我耳熟声响 于是我眼睛之后 开到后看得到 就开始学习这乐器 在六岁七岁左右 那学到至今 也至少有将近 结于三十五年以上了 那这门乐器呢 在世界上是较罕见的乐器 如果说呢 可以让它发扬光大的话 我们改天就不会看到 只是乐器而眉乐师 因为有好的机缘 受到许多贵人的帮忙 让吴崔玉先生了解生命的可贵 即使有身体病痛 仍然要勇敢地面对人生 所以经常到各个观光景点一眼 母亲也为她感到欣慰 因为她东西看不见 所以我们就比较会心 不知道从哪里延期 已经那么大远了 感苦也过去了 我现在只希望说 她的事业做好 可以这样顺顺细细细 让她变变安安 这样事业成功 这样就好了 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社会有帮助 剧情是由一把干锯 以及一把拉二虎的功所组成的 音色听起来气美而长眠 吴崔玉先生选择剧情音乐 当作艺术生涯的追求 让议员蔡宗志感到相当感动 也期许民众们看到她 在县内的观光景点演出时 能够给她多一点掌声 这个剧情就是用旗子做的一个金 现在它在很多地方 都在像比如说在我们车站 还是我们极极火车站 在这个观光地点 都在那里演奏和大家分享 希望说大家如果去 大家如果去这些观光地区 多多三少都会遇到这位吴先生 希望说我们这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有赌到她就要一个鼓励 因为她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自小时就比我们一般人 没有生活悲痛的人 你以后就都有一个障碍地 剧情演奏家吴崔玉先生 经常在集集或者是车程火车站 一屋演出 欢迎民众们有机会到现场亲自感受 剧情的独特魅力 明日新闻黄家宴综合采访报导